焦点视频 妙手迎衣的时间 迎光幕 我们见到迎迎医师 大家好 我是迎迎医师 医师 今集我想访问你 是因为有一件事 令到我想设定这个题目 因为其实在几年前的时间 我认识了一个朋友 我最记得就是在1月的时候 我见他 我见他 为什么你瘦了一个马 因为他很大隻 即是好像正质士那样 那样健壮 然后2月的时候 我见他又再继续一个马 3月的时候 他就已经过世了 最后得知 原来他是因为有这个胰壮癌 所以我想请假一下 其实胰壮 首先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是扮演什么角色 是的 以解剖学来说 我们就有一个移脏器官 而移脏器官主要是分泌线体 令到我们消化系统里面的食物 会更加容易消化 因此如果从中医的看法来说 疑脏功能就会提供在脾胃功能的范畴 所以如果想要疑脏功能 运化的好 那我们也需要从肌脾的範围去进发 嗯 例如在一些穴位上 如何可以做到一个预防的动作呢? 当然如果你说单纯讨论二线癌 我们的看法有点不同 因为中医是透过望闻闻切 四层去观察你身体的代謝功能 所以胰臟癌反而归类在肝火性的范畴 如果我们想预防胰臟癌的话 我们可以找些有疏肝功能的穴位去帮忙 这次营影医师想和大家推介一个 我之前从来没说过的穴位 这个穴位就在我们的垃骨这个位置 当我们的手摺了之后 在手肘下面这个位置就是我们所说的穴位 这个位置就是僵缓穴 如果你平时这个位置 即是两垃容易胀痛或者不舒服 其实初游下将门血也都可以帮助到你疏肝 可以清一下肝火的治疗 那除了穴位之外 有没有一些食疗或者食材可以帮我们 可以预防到或者对我们有益呢 首先我们就要看看你本身的情况是怎么样 假设原来你的疑线分泌比较失去平衡 令到消化代謝那边差的话 当然我们就会建议各位可以多些吃一下健脾抑胃的东西 最简单就是吃饭 当然除了吃饭之外 我们还可以煮一些汤水的 例如可以拿一些淮山 磁石莲子 来煮一下汤饮 可以加一点朱展或者瘦肉 另外假设你真的很不幸地 已经是一个耳腺癌或者耳壮癌的人士 可能你就要因应时期 初期的人很多时候他的肝火会比较旺性一点 因此除了要做健脾抑胃的工序之外 我们也要做清肝火的工序 清肝火我们比较常用的一些中草药 例如蛇丝草 或者下枯草 假设你已经准备熺疲治疗 可以愿意休息在住 下枯草 以 florita ideas 就是宠欣和菊花 胰臟癌正在接受或者将会接受西医的治疗的话 我强烈建议各位去找处册中医师 去帮你评估体质 再开发相应的一个药方会比较适合 嗯 OK 那下一集我们再请教育研究医师 其余关于健康养生的问题 拜拜